有的文丸真的很行 千万别碰 今儿咱们聊聊戴帽 戴帽现在是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也叫做十三林 属于是海龟中的一种 文丸里常说的这个戴帽制品 就是戴帽的假片做成的东西 简单来说就是龟壳做的制品 常见到的有佛珠 平安素牌 包括手镯或者眼镜这些 先强调 任何交易 运输 携带 保护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 现在不仅仅是买卖 很多人说我这有一个戴帽的眼镜 是家里老人留下来的 也不行 携带就不可以 你带着去机场 很有可能就会被拦下来 没收并处罚款 携带现在就是违法行为 像这种还是法定价值比较低的 现在也肯定会有很多朋友 早期收藏的有整个的戴帽 一旦运输过程中被查处 必定是三年起步 现在法律在这方面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比方说您有一个大一点的 完整的一个戴帽 基准价是两万块钱 法定价值就能到二十万 野生动物制品 如果达到二十万 就是十年起步 所以说千千万万别碰 而且这个戴帽制品 制作的过程是非常残忍的 像要用开水 把戴帽活活的给烫死 然后再去取壳 所以说我一直认为 戴帽是一种很煞的东西 但正因为这样 很多人认为戴帽可以辟邪 而且戴帽自古以来 确实是贵族的赏器 有钱人玩的东西 曾经也被当作一种图腾 还被制作成交易的货币 而且龟在中国人眼中 它就是长寿的象征 所以戴帽也被很多人赋予了长寿的寓意 但是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奉劝大家 千万不要碰这些野生动物制品 OK 接着跟大家聊到这儿 关注我 了解更多文化收藏知识 木屿沈香 拜拜